朋友来了还是找工作来的 找工作找工作 找工作对对对 所以刚才刘家人问的这个问题就有效了 你有没有总结过你是一个极端的人 我觉得确实有点极端吧 有一点点 如果按照你刚才说的90%的比例 这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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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女生扎起来 也得小一把 所以这里面的女同志里面 有90%以上 不相信爱情只爱钱 非常好 来 给我话筒 谁是80后 举手 OK 给你对话筒 姑娘你是80后 因为我不是女生 所以我没法和她对话 我觉得并不是一定要为钱 我现在觉得是一个是能力问题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知识文化问题 你说你只有初中文化 那像我们这些80后 很多人都是受过高血历 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 是这样的 因为我接触到的文化 凡手团里面的女的 她的学历跟我差不多 最高的也就是中专学历 但是一些北京来的 像我一样的女后员 他们在几天之内 那些女的就跟着他们 对 就几天 就几天之内 怎么能让你这么一说 你那个 那个单位 可以犯的人口呢 可以 有一点点 有什么一点点 有一点点 你自己不反省自己的问题 刚才人家说 可能共同语言下 是吧 你通过她上台到现在 短短的一段时间 你给她点建议 我觉得她就应该 把自己学历先提上来 即使你学历提上来了 你接触的人多了 以后的话 就说不会去摆地摊 然后你接触的人多了的话 就是说 接触的女性多了 你肯定会发现一个 不爱钱 爱一个 就生活都是很好的 但是那些女的 她就满足不了 我只能说 你们满足不了 给了一百万 你想一千万 给了一千万 你想一亿 我觉得我跟她沟通不了 还是学不得了 你知道这样 对 是这样 你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害呀 你受过什么伤害吗 对 你受过什么伤害吗 你跟她说 这位是大姐 她已经结婚了 你放心跟她交流 没有 真的没有 因为我在这么多年 接触这么多 就是社会现象 我就总结出来 女人爱的就是谁 其中有些 就是太极端了 对 没有 稍等老师 我来收贞一下吧 就是 本来我不想说的 说 我跟你这里有相似之处 我摆过地摊 我还有 最重要的是 我有过六年的牢狱经历 我做过大牢 然后我的妻子 我现在的妻子 在跟我 跟我见面的时候 我是家里连房子都没有了 一天如洗 然后我还告诉她 跟我可能会有风险 但是你知道 我跟她在哪里结婚的吗 没有 反正是我借着别人的 公小说的仓库结婚的 这个社会有爱情 都要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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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大 而且 我还想说一句 而且我也 我也要说 说到爱情这个问题 在我们女人 其实我是这么看的 一个男人 如果长 不凭长得帅 不凭钱 不凭一切外在的公民地路 能够追悼 他喜欢的女孩子 那是真男人 但是那个 小阳 小阳 这个问题我可以翻篇了吗 不不 小阳 他脸上那个不睡 他证明他其实不是很 我们今天不睡 我觉得他不可能是瘦的 问你一个 他看到世界 听我说一下 因为你们的学历非常高 你们说话的 对 对 我还说一句 我只有初中文化 他说杜老师可以说 那些活的 但是你们 我刚才已经说的是 九年后和八年后 没有真正的爱情 六年后和七年后还是有的 小阳 你是九年后对吧 小阳 我对 我真的是九年后对吧 对对对 我想问你 如果你有了钱 你到底是凭感觉 是爱一个人 还是你用你的钱 是爱一个人 我就换一个角度说吧 其实我就认为 违背这个现实 就是说 我说实话 就是说我们非得说 爱情和钱无关 但如果真的有一个人 破一栏三的 造你呢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女人真的会认为 因为有的时候 在这个社会 钱和能力 有时候会和这个挂钩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不用去纠正他的 所谓纠正他的世界观了 这就是现实 不光他 很多人 就是在成为代表 所以 我也所谓 对 我也所谓 跟我女朋友什么 那时候也很穷 但是我觉得这是现实 我想 我想告诉你的事 就是 即便你认为是这样 你也应该找到一个途径 让你自己 真正变得有钱 还不是说 因为你们那个 我很反对 那你就回答我那个问题 你以后假设有了钱 你到底是用钱去选你的爱 还是用你的感情 我肯定是想通过感觉 对呀 凭什么你用感觉 别人要用钱呢 那就是他的 还不是 但是 但是 目前 我今天都是 我也 我也不同意 你的这个观点 我不同意你观点 原因很简单 我们社会上 真的一定会有 一个两个三个 这样的现象 但是我们不能看到 社会现象从此 然后 我们就把这个社会现象 说成是这个社会 其实现在 这绝对是一个 非常大的社会现象 我们现在不讨论社会问题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你找工作 你今天来这儿是找工作的 不是发现你的愤怒来的 对不对 你今天难道是来这儿 说80后 90后 女的 你们去死 然后你转身就走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走吧 你已经说完了 可能这个小伙子 用太多的经历 在思考说 这个社会欠他什么 而 因为很少的经历 去考虑说 他为这个社会 做错了什么 他需要的是 一个思维方向的 一个转变 其实我一直想说 你今天是来找工作的 现在人在现场找不到工作 但是呢 在另外一个地方 别人看了你的这个 表现出了这个特质以后呢 也可能会去来找你 但是呢 从你上台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 你传递了一些 一种愤世其俗的气息 可能这个社会 的确有些地方不公平 但是呢 你如果总是觉得 这个社会 对我自己不公平 对我的家人不公平 那么 最后的结果就是 真的是 像你小伙子那样 因为你始终没有 先接近自己 给别人正的能量 给别人正确的 这个积极的阳光的东西 其实我在公司不是这样 跟他们好好说话 因为这些人还是失败的 算了 董事里面漂亮的是 雄性吧 是不是 所以真正的 男人应该是在女人面前 展示最优秀的自己 吸引欲性啊 你看你每见到一个女孩子 一副仇恨 好像多讨厌 他让我在公司 怎么会让你 还是喜欢你 赵先生 我觉得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来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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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那我觉得 那通过你写的简历 我就表示怀疑 因为你写了你的工作的 第一响是出名 你为什么要出名 你写了你的这个音笔宣言是 不如我的人都能出名 我凭什么都不能出名 然后你理想的工作状态是明星 对对对 这是终极目标 赵健谁出名不如你 你觉得 是这样的 因为中国很多一些选手 或者是一些演员 他们的演技其实很烂 就是说他们既然也能出名 我相信 也就是一个机会的问题 你随便你拿一条 赵健 我看看是不是不如你 你找一个不如你 但是他出名的人 你找一个出来 像 中国大陆的很多一些演员 比如 黄明明 黄明明不如你 张水 比你漂亮 比你漂亮 各位各位 我就这么说吧 香港的演员 王世华他们的演员 特别好 不如你 好极了 好极了 咱们现在是不是要找工作 对对对 现在我问你的任何问题 其他的问题的几篇 都翻过去了 我们不做价值观讨论 我们不做价值观讨论 现在就说你的能力 你要去做一个活动执行 你的能力是 因为活动执行这个方面 我还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 可能就是公司安排一些东西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这找工作 你为什么要报名在这找工作 你在这找工作了之后 当你得到通知了之后 你有没有哪怕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把活动执行应该做什么 这件事情去查阅一下 这个不能怪别人吧 这个真不能怪别人 我有几句话想送给赵健 赵健送你四句话 也是四个字 第一个是整 我建议你今天不管成功与否 回去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在你的思绪里负面的情绪太多 第二个是戒 借鉴一下别人成功的经验 例如成功面试的经验 这你要去研究它 而不是研究跳舞的经验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学 学你的知识 功夫内涵 一些平常的一些好的书籍 多看看 哪怕是名著都可以 那第四个就是变 记住改变你的口袋 必须要改变你的脑袋 好 谢谢 来 车二位到了大家 做出一个初始判断的时候了 赵健 去或者留 去 赵健 每一个人都不是生软 就带着所有的所谓成功来的 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打听 当你说的对 有的时候需要的是机遇 但是为了这个机遇 也要准备 如果我在任何机遇面前 准备的都是不满意 都是对其他人的挑剔 都是看到了所有的事情 老往最坏的一面前 他们是把这些老本帝 跟李英国主 是觉得我如果这么稍及的情绪 带着公司可能会影响他人 我觉得最主要是这个原因 就我今天 你认识的很清楚 对对对 但是我今天说这些 其实也是想反映一个社会问题 那我今天是来反映社会问题的 这确实是一个社会问题 还是来找工作 而且 而且 但我 而且这个社会问题 我现在没法想象 这些老板 因为这个人 却灭了我的灯 再见 再见 我跟你说 再见 先不说你 我先想说一下 老板的数字也很差 你像老外的话 他根本不会插嘴的 我没说完就插嘴 很多中国老板都是这样的 你不要觉得自己有钱了 就有数字 我觉得你们本身就没数字 不要老是说农村又没数字 好不好 各位不劝了 因为我们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去改变他 认识和判断一个事物的方法 这样状态 谢谢你来 回去以后呢 认真地去看一下節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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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